字幕组 作曲 字幕 李宗盛 你们觉得过发现来到了感觉非常怀旧的场景 没错 这里是闪穿的印象主题公园 也就是所谓的电影公园 那么这边是成立于204年 然后已经有将近200多部的影视作品在这边拍摄的 比方说有韩剧《艾情语》 《光与影》 然后电影 张东杰跟原名主题的《太阳奇飘扬》 太极其调养了 女士在这边拍 所以很厉害对不对 那现在跟我发生 带你来逛一下这里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